大家好,这一刻呢,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laterapp的存储,怎么在创建一个safes的共享 对吧,那safes的共享呢,它就是我们共享给windows的客户端 比如说我们的台式机,笔记本,上面装的温漆,来访问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共享 那这种共享呢,是可以直接到客户端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safes的共享是怎么创建的哈 这里呢,有9个主要的步骤,对吧 那第一个呢,就要有什么agreg的创建,这是物理的,对吧 然后呢,要有我们的safes的svm,然后呢,要有一个什么jain,就是我们的文件系统 然后有一个leaf,就是一个逻辑的网卡,对吧 然后呢,还要有一个safes的创建,以及它的什么,共享的创建,本利用户的创建,以及访问权限的创建 最后呢,有一个安全风格的修改,就是创的安全风格 那就是这9个步骤啊,就能够产生一个我们untape系统存储的safes的共享 OK,那我们在我们这里呢,其实一切都是围绕着什么,围绕着一个svm,就是我们的存储虚拟机来创建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是我们的一台跳板机 那我们通过它呢,去访问我们的一个untape的系统,也是我们的一个模拟器 对吧,然后呢,输入它的密码 OK,进来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啊,cluster show一下 哎,我们只有一个节点,我们这是单节点的cluster啊,我们只是为了演示这个应用 然后呢,load show一下,对吧,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网络,对吧 show,对吧 好,没有问题啊,它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集群的IP,对吧,就是vip吧,bar,然后呢,节点的管理IP是多少,是81,对吧 OK,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aggr,修一下啊 我们agreg只有一个系统的,根的agreg,根圈的agreg 然后就是装我们的系统,untape系统的,然后再看一下disk,修一下 好,这里呢,其实我们能看到,ok,看一下哈 没有很多硬盘是吧,差不多有50多个硬盘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还没有agreg,对吧,我们disk修一下 我们看一下哈 好,我们有差不多56个硬盘,对吧,这里56个,OK 那每个硬盘是多大呢,差不多4个G,对吧,这是模拟的哈 那实际真实的生产环境呢,其实只是容量大小不一样 原理都一样,那现在我们来创建一个什么 我们要创建一个agreg,对吧 那创建agreg之前呢,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license,对吧 因为我们的这个存储的功能呢,都是基于每一个功能都是基于一个license的 那我们这里只有基础的license,所以我们要去添加一个什么safestlicense 就这里哈 我们用什么license add,对吧 然后把这个license加进来 你再看一下哈 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safestlicense了 只有有了license之后呢,我们才能去创建这个什么服务 好,我们看一下这边哈 那我们要充建一个agreg aggr,是吧,我们的数据的agreg 对吧,那我们要充建一个aggr的名字叫做什么 我们就叫aggr1吧 然后呢,它有多少个硬盘呢 就是counter,是吧 我们给它,我想想哈 4个G的硬盘,我们给它24个吧,对吧 然后呢,RAID的type,类型是什么 RAIDDP,就相对于RAID6嘛 然后的,它的每个RAID group的大小多少 max,RAID size,是12吧,对吧 相对于两个RAID group嘛,一共24个盘嘛 每个RAID group12个盘就是两个 然后哪一个load呢 我们只有一个load,对不对 好,ok yes 那我们就会充建一个什么agreg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的agreg 有多大哈 然后充建agreg呢,我们就要去充建一个什么 我们的svm,svm就是我们的存储虚拟机嘛 其实就是像存储上的一个虚拟机 它上面去跑这些协议,对吧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aggr秀一下 哎,这里有70个G,对吧 那我们就要去创建一个vsaver 我们可以vsaver秀一下哈 那我们现在的vsaver只有一个什么 节点的管理的vsaver,对吧 这个ry01,对吧 还有一个什么我们cluster的admin的vsaver 对吧 这两个集群的vsaver和节点的管理vsaver 并没有数据的vsaver,对吧 我们叫vsaver correct,vsaver,名字叫什么 safes 我们就叫safes01吧 然后呢,safes01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我们,呃,根据的话 其实都是可以不创建的 就这样,就直接就可以创建一个vsaver了 好,创建一个vsaver之后呢 我们要去创建 基于vsaver,我们要创建leaf和volume leaf呢,是我们的网络 volume是我们的数据,对吧 我们共享肯定要有数据和网络 这两个东西 然后呢,volume create,是吧 那我们要给哪个vsaver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safes01 然后,volume,是吧 volume叫什么,volume volume01吧 对吧,然后size 多大 我们70个g给它50个g吧 对吧,50g aggr 对吧 aggr aggr 是哪一个呢 aggr 从哪一个aggr出来这个卷 对吧 卷是在aggr之上的嘛 它是基于aggr的,对吧 aggr 那aggr 然后呢 这个junction pass是什么 是挂载点的意思 你随便写个挂载点 就是相当于你要把这个卷 挂到这个存储虚拟机 内部的哪一个挂载点 到时候我们就要通过这个挂载点 来share,对不对 ok 然后回测 yes 然后呢 我看看 现在我们给它创建了一个什么 创建了一个卷,对吧 你可以volume秀一下 对吧 这里就有一个 save 我看看 对吧 就有一个volume1 看一下 这里 看到没有 volume01 对吧 其实这个vserver有两个卷 第一个是它的什么 跟卷就是系统卷嘛 对吧 就相当于c盘 d盘 那这里就是它的数据卷 对吧 50G 那它其实它的这个svm的系统卷是很小的 就20兆 这是50G的数据卷 这个是我们存储的本身的这个根卷 3.16G的 这个不管它 然后卷的类型是rw 可读可写 ok 然后呢 我们来继续 创建立幅 创建立幅之前呢 我们要去检查一下我们的哪个IP可以用 我们81828384 应该是PIN一下 那就是168.6.85吧 85是没有的 那85没有呢 我们就去创建一个85的letrnt 对吧 interface嘛 网络创建这个 还是vserver 哪一个vserver cfs01 然后呢 这个leaf的名字 对吧 叫什么 serviceleaf 这个也是可以的哈 home pull 是吧 home load home load 其实我们只有一个load嘛 对不对 然后home pull 对吧 我们就给它 我们说10 A10B 10C吧 它从哪一个物理的端口出去 然后呢 然后呢 它的角色是data 数据的 是吧 然后 data的协议是什么呢 协议是cifs 就可以了 然后呢 给它的地址 其它逻辑很简单 就是你属于哪个vserver 然后呢 然后呢 if的名字 它从哪个属于哪个load 上面的哪个pro出去 对不对 10C这个pro哪个load RY01这个load 然后它的角色是什么数据的 协议是cfs 地址是多少 地址是192.168.6.85 对吧 然后呢 它的什么 研码是吧 255.255.255.0 然后是什么 还有没有 没有了 对吧 回车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Letter interface show 你可以看到是吧 有一个 有一个leaf是吧 这里就出来了 8.85 6.85 这个 属于这个vserver的leaf 券有了 leaf有了 对吧 然后我们来创建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vserver vserver cifscreate 创建我们的sifs 对吧 然后呢 创建这个sifs呢 给哪一个 sifs saver 对吧 创建一个sifs saver 这个sifver的名字叫什么 比如说我们就叫lars 这个随便取的哈 sfs 这个没问题 然后呢 这里哈 我鼠标的这个这个这个文档的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哈 文档的17行和18行是7行的 其中选1哈 17行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共享的工作组的方式 对吧 就没有域 18行是什么 有域的环境 对吧 有域的环境你就要这样写 对吧 它的域名 它的OU 它的组织单位嘛 对不对 好我们是这里是没有域环境的哈 我们就直接写了 叫做workgroup是吧 这里大写workgroup 对吧 然后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一个主环境的嘛 对不对 ok 然后呢 哦 它这里是提示你一些信息 它说smb的 smb1.0的协议是什么 是disabled 在这个sifver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就应该19行了哈 v saber cifs share share 是吧 sharecredit 然后我们去一个share name 是吧 共享的名字就是 比如说我们共享的名字就叫share嘛 无所谓哈 这个share01 ok 但是你要记住个名字哈 它的挂载点是什么 挂载点就是我们刚刚创建的那一个 叫做cifs 对吧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vserver里面 就是我们的sfmm里面的那个jumping part 这里一定要一致哈 这里一定要一致哈 好 回车 然后呢 我们创建一个什么 我们有了这个 创建了这个sifs的这个服务之后呢 它的共享也创建出来了 对不对 那共享名也有了之后呢 我们要去创建一个cifs的本地用户 对吧 user 就是local 对吧 local user user 然后呢 user的名字 这个命令好像是比较麻烦的哈 我们就叫连吧 对吧 就是这个账户是不是关闭的 肯定不是关闭的嘛 force是吧 然后哪个vserver呢 就这个 对吧 给它个密码 是吧 012008 012008 好 他说什么 他说密码没有复杂度不符合要求 对吧 ok 那我们再来啊 l大写吧 iang at 008 l 好了 就是这个密码呢 一定要有大小写 然后还要有这个特殊字符 有字符和数字的组合哈 然后呢 开启了本地用户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然后我们就 要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访问权限 对吧 叫做assist control vserver cifs 这个叫做s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share 对吧 assist control 然后create vserver 这个是哪个vserver 这里有哈 这有一个vserver 它的什么 share的 哪一个share 我们叫什么share 刚刚上面创建的叫做share 01 对吧 然后呢 它的user user的group 我们叫什么 就是刚刚我们创建的那个用户嘛 对不对 我们的用户 我们的用户 我们的用户叫李洋 对吧 李洋这个用户 ok 您好 您起来 然后呢 它的permission权限 是吧 我们全家有几种哈 比如说止读啊 不能访问啊 可读可写啊 是吧 我们就写for control 是吧 就完全的 可读可写 ok 然后呢 最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卷秀一下哈 我们的卷秀 modify 修改一下这个卷的什么 Volio的名字叫做 Volio01 它的什么 安全风格 因为你是共享给windows的嘛 对吧 它的安全风格是什么 是一定是ntfs的 对吧 不能是unix的 对吧 ok 好 修改好了 那你可以显示一下 这个卷的这个 Volio 这个就叫什么 你要它的field 字端嘛 对不对 security style ntfs 没问题 好 这样子呢 我们的vserver秀一下呢 我们的 later interface 是吧 ok 那我们能看到的话是 我们已经有了这个sips01的共享 对吧 它的这个 状态是running的 然后呢 它的lif是85 那我们去验证一下啊 我们跳到类网里面去验证一下 看它共享 ok没有哈 好 首先呢 我们拼一下这个85有没有哈 哎 有了 对吧 它是一个svm 我们呢 通过 这个呢 访问一下哈 统一定位服 然后呢 85 哎 它让你输用户名是吧 那我们的用户名是什么 是里洋嘛 就是那个later的本地用户sips的 然后l大写 iangit008 对吧 哎 我们就共享了这个sips01 看到没有 就是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尝试着往里面考一个文件 哎 没有问题是吧 我们可以考考进来 然后可以在这里解压 没有问题哈 所以说这就是可读可写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哈 就是你能看到一个共享 对吧 你能往里面写写东西 考东西 那就算什么 OK了 对吧 那回过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里哈 这里呢 我们的sips也是 也是可以可以OK的哈 看看这里 那总结一下哈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创建一个 Gaggreg 去创建什么svm volume leaf 然后呢 sips的创建 这个服务的创建 对吧 第五个就是这个服务的创建 以及它的共享的创建 本地用户的创建 访问权限的创建 对吧 以及创的什么安全风格的修改 对吧 这就是一个什么 命令行创建我们的什么sips共享的整个过程的演示 我看一下哈 这里 我们在untype系统里面的 对吧 最后看到的结果 效果就是这样的 OK 好 这一次的实验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